大概也就是两三年前开始 有一种很新鲜的东西 突然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当中 它就是二维码 一开始可能只是出现在我们电梯间里的广告当中 后来在杂志上 在电视里头 我们都能频繁的看到二维码 以至于现在它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甚至在墓碑上 在一些小区的垃圾桶上都有了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突然间出现 然后就铺天盖地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 就我个人而言 我的感觉似乎只有一个 那就是刷微信的时候 我很容易添加别人 再其他的感觉似乎没有了 但是我们也听到过不少 随便扫二维码导致上方受骗的例子 有人说二维码走进生活 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改变和方便 这个改变和方便究竟体现在哪里 它给我们带来的陷阱又是什么 咱们今天就请两位业内人士 跟我们聊一聊 本期嘉宾二维码专家 深圳市移动互联网促进会副会长黄新山 资深媒体人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杂志 首席记者黄小涛 您看我对二维码真的没什么感觉 就像我说的 它对我唯一的用途就是几个朋友见面了 我要加您的微信 我输入号码太麻烦了 我索性扫一扫二维码 为什么我们现在街头上尾都能看得见二维码 而且大家都说这东西真好 我们来认识这个二维码 其实二维码是移动互联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入口 我们平常扫一扫二维码 那么可以我们非常简单的把一张网址就不要手工去输入了 然后扫一扫就进入到你的手机 就会很方便打开网页 那么除了这个应用以外的 其实二维码在数据采集 产品的追溯 这个电子凭证 移动支付 等等领域 都会发表很重要的作业 最近这一年来 随着这种智能手机和三级网络的发展 那么二维码在我们生活当中 也慢慢的送投进来了 比如我们去地铁里面去买饮料 原来是投硬币 对不对 现在打开微信的扫一扫 通过微信支付 很快我就可以支付两块钱买一罐饮料 那么这也是一顿支付的一种表情形式 那么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方便 比如一罐牛奶上面有二维码 那么我想知道这罐牛奶 它到底品质怎么样 我们去追根溯源它 那么我们扫一扫 那么对整个牛奶的 从它的奶牛厂到生产到整个的流通领域 我们所有的路径都清清楚楚 那么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更多的保障 对不对 这个东西一出来之后 马上隔了不久 我们就听说有人拿这个东西开始行骗 不少人都吃亏商当 最近就在浙江嘉兴有这样一个关于二维码诈骗的典型案例 一个在淘宝网上开网店的汪女士 它是卖羊毛衫的 收到了顾客给他发了一个短信 这个短信有一个图片链接 汪女士就点击了 这样链接上之后 就扫了一下 扫完之后要一个链接图片 有个图片链接 它这样链接完之后 它立马感觉到不对 但是已经晚了 手机已经中毒了 犯罪分子的动作非常快 很快汪女士账户里的18万元就没有了 一下18万元就没有了 本来是有一部分钱 另外他办了一笔贷款 有笔贷款的钱 在银行贷款的钱也被犯罪分子给弄走了 这样加起来是18万 然后他报案之后 警方进行了调查 就说在一个二线里面 和汪女士上就有 这半个堆裂和汪女士上就有20人中招 总的涉案定额大概是26万元 然后警方根据技术图片铺案 很快就抓到了一个犯罪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交代 他和他一个同伙两个人 通过把带有病毒的二维码 向淘宝网店上的电阻 发送短信 对方点击 一旦链接手机就会中毒 中毒手机会自动向犯罪嫌疑人的手机发送短信 把店主的个人信息 一些相关机密的东西 发送给犯罪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掌握到这些信息之后 就可以进行这种经济犯罪 来盗取这些店主帐户的清理 根据警方调查 犯罪嫌疑人将带有病毒的恶意代码 嵌入手机应用软件中 运用二维码作为链接入口 在许多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扫码中毒 从而窃取手机用户的个人信息 甚至盗取银行卡账号和密码 现在这种利用二维码诈骗的行为是越来越多 关键就在于我们生活当中 二维码随处可见 到地铁里我去买一罐饮料 买一张火车票 甚至说您吃顿饭可能都能够遇上二维码 有些比较时髦的人 可能说是比较愿意尝心的人 啪一扫 我的二维码你看这功能多好 结果就容易中招 你扫一二维码过一会发现自己这个月预存的花费全没了 或者到了月底您就发现我这月怎么花费 严重超支 再一发现你扫完二维码之后 它会给你偷取流量 一下子就让你去下载东西 您看 所以说虽然您给我们举了一些它可能存在的好处 但是我们讲的这几个例子 包括跟王老师讲的这几个例子 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这东西不能随便用 用不好就上仗 哭都没劲哭起